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一海方圆 我是赵世勋 在本期的节目中 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解对杀的技巧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 我们主要是讲解了如何利用打结 如何利用这个脚步的特殊性 与对手进行对杀 那当然还周重讲解了这个连环结和 避开连环结的一些手段 好 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讲解 如何利用打结来进行对杀的这个课题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期的这道题 这道题目呢并不难 一共双方都是气都很短 黑旗我们看这三颗旗子 这有一二三 这有三口气 白旗呢 这四颗旗子也有三口气 但是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了 看上去是三气对三气 那么轮黑下 但其实不能大意 这个一定大一步的 因为我们说这个只要是对杀出现在脚步的时候啊 就一定要小心 脚步的有很多它的那个特殊性 就是这个一一的位置不入气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来收气 你看一下这拐 当然了这拐是第一杆 就是最容易想到的一手 这时候当然白旗不能去收气了 白旗收气 黑旗就一下吃掉了 那白旗呢 同样也不能扳 白旗如果虎这个 黑旗大吃 再一扳 这样白旗没有起到这个延气的效果 你如果再弯 然后就从后面收就可以了 这样呢 白旗依然是两气 所以这个白旗不行 但这个拐并不对 为什么呢 你看这拐的时候白旗可以立 这条旗非常的妙 这条旗非常的巧妙 拐立的时候 黑旗 你如果松着气走 当然不行 这样被白旗一紧 这样的就变成了白旗三旗对黑旗两旗 那黑旗显然是不行 我们看那紧这边的旗当然也不行了 这叫自撞一旗 这个黑旗虽然紧住白旗的旗 但是自己同样也是撞紧了一旗 所以说不行 那我们看黑旗走这个 这个时候白旗就可以利用脚上的特殊性来延旗了 来去搬 你看这个时候黑旗这个位置是不入气的 那么你也就只有从后面 这个虽然说是撞旗 但是也没有办法 只有从后面收 那白旗接 大吃 白旗提 你看这个时候两旗对两旗 但是黑旗这个不入气 所以说 这个黑旗是不行的 那也就是说拐白旗立的时候 黑旗挡不行 靠不行 松拾器更不行 那黑旗就只有一种下法 就是挤这个 挤这个怎么样 我们再来看一下 挤这个白旗当然是只有吃掉 这招旗实际上是好手 就是非常顽强的一步 黑旗再搂打 这个是比较妙的一手 这时候白旗不能立 白旗如果立的话 就被黑旗打死了 那当然白旗只有提 只有黑旗在打湿 这样呢 形成了一个打结 大家看 这样形成了一个打结 但是这个结 我们说 这个叫什么结呢 这叫两手结 我们之前在学习这个打结 利用打结对杀的前几期的 那个课程中曾经学过 这样的结叫两手结 就是白旗提掉之后 轮白下 白旗一招旗就消尽了 那我们看这时候轮黑下 比如说这时候黑旗再找个结提回来了 那黑旗下一手 对是消不尽白旗的 这个黑旗只有提 这提之后 我们看白旗呢 还没有完全死刑 他找个结再提回来 这个黑旗依然是很麻烦 所以这个结 虽然是打结 但是这个叫做 这个对白旗有利的两手结 所以说这个结果 啊 并不是正结 当然这个是 呃 这个打的时候啊 其实白旗还有一种更简明的下法 就是比这个 这个提掉的话 是对白旗有利的两手结 当然这样的话呢 就是对白旗来说 木树是最便宜的 如果你结材有利的话 可以选择提掉 那这时候如果要是 啊 白旗觉得 不需要跟你打结呢 这时候白旗就简单收气 也是可以的 这样的话 我们看这叫什么 就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叫做金鸡独立 啊 这样是一个金鸡独立 就是说黑旗这边不入气 这边也不入气 那么看上去白旗是两口气 其实呢 黑旗是被白旗杀掉了 啊 所以说这个 我们看就是黑旗的这个拐啊 看上去第一杆子 这个拐 其实是不成立 就是白旗一立之后 可以选择净杀 也可以选择跟黑旗打结 这个黑旗是不行的 就是黑旗这三公子呢 其实是已经被白旗吃掉了 那我们再来看 拐不行 那松气也不行 那么就只有一种下法了 啊 就是这个斑 黑旗这个斑是正解 啊 这斑的时候呢 就是同样的道理 白旗是不能直接受气的 白旗直接受气就被黑旗打死了 所以说白旗这个时候 啊 白旗也不能贴这个 白旗贴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黑旗可以往脚上长啊 这样呢 也是一个打结 但是这个结对白旗来说 就更不利了 这白旗黑旗打的时候 白旗吃啊 这样黑旗提 这个是一个 也是一个锦细节吧 这样白旗 呃 也不好 那么白旗黑旗斑的时候 啊 白旗其实只有打住 那么这个时候有了这两手交换 黑旗再来拐吃 这是本题的正解 白旗提 黑旗拐吃 啊 这样呢 白旗由于这个子是接不上的 这个你接就被人家打死了 所以说就只有后面受气 提掉 这是一个打结 这个结是一个锦细节 当然这个时候呢 白旗还可以脱纤 就是说白旗这时候 如果结才不利的话 可以暂时脱纤 那么黑旗呢 一手气也消不尽 但是呢就变成了一个缓一细节 大家注意这个缓一细节跟两手节的那个性质是不同的 这缓一细节你如果脱纤的时候 人家提掉 这个就是说对白旗就非常不利了 而两手节是 呃 如果脱纤的话也还是锦细节 这个性质是不太一样的 这个不是很好解释呢 但是大家呃 我想您一定也能理解 就是说缓一细节相对来说啊 更有力 两手节呢 也比较有力 但是缓一细节相对来说更有力 所以说这个时候白旗虽然可以脱线 但是其实这个节相对来说等于是锦细节 好 那么这道题的正节就是啊 黑旗这个黑一斑之后双方形成一个锦细节 好 这道题目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啊 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今天的讲解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学习今天的内容 啊 这个今天还是给大家准备了两道题 我们来看一下这两道题目 好 这道题呢 是黑纤 这两道题都是黑纤 这道题看上去这个题目非常的大 但其实变化并不多 我们看这个黑旗只有三口气 那么白旗呢 这坨子现在也是三口气 其实就是考验黑旗如何收气的问题 啊 这个应该也算是 呃 在锦细法的 这个我们之前学习锦细法的内容里面 曾经啊也有学过的 这属于一个啊 矩形的一个形状 这个地方啊 我们看这个形状是白旗的形状是比较特殊的 所以说黑旗这个地方存在一个步入器 那么黑旗一定要小心 还有就是我们之前啊 刚才那道题就是说给大家讲解的时候啊 我们曾经提到过一个就是啊 两手节和缓一期节的这么一个问题啊 就是再给大家多说一句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给大家讲解的都是这个局部的答案 当然如果要是某一方行就是说会形成净杀的话 会下成一个净杀的结果的话 那我们就以局部论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大家注意在下棋的时候 就是在对局的时候 如果要是对杀中形成了打结啊 那么这个时候一定要根据全局的形式 比如说全局的幕属对比啊 还有全局的这个厚薄对比 这个劫财情况怎么样啊 再来决定自己的下法 尤其是形成缓一期节或者是两手节的这种情况 就是更要把握局面 这是要提醒大家一句 就是说无论任何时候在对局中都要以全局为主 不能只看局部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先讲解这道题 我们刚才说了 这黑旗只有三口气 白旗有三口气 那我们尝试一下直接收气 可以挡 当然这个时候白旗不能去收气啊 白旗收气的话 就会黑旗直接打死了 那这个时候呢 白旗也就只有去宽气 白旗只有去宽气 那白旗立一个 行不行 这个另一个显然不行 黑旗非常简单 收这个 收这个都可以 就是怎么下这白旗都无法延出气 这时候也就是说黑旗挡的时候 白旗只有在这打吃 但是这一打 我们看白旗只要做到了这一点 那么黑旗就无法与白旗进行对杀了 最简单的黑旗如果提 那白旗收气 这样我们看 这黑旗不如气 显然是不行 黑旗要卖一气 那么你立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白旗可以收气 打吃 这一点是入了 但是白旗 这人家一提 你就提掉 打二换一 他再提的时候 我们一看这个位置还是不入气 所以说 这样呢 就是黑旗要卖一气了 我们再还原一下之前的题目 也就是说三气对三气 那么有一个常识 就是一定要收紧对方的气 那么这个挡不行 我们可以用排除法 这个挡不行 那么这扑行不行 这显然更不行 你如果扑的话 人家提掉就可以了 这是帮忙 人家本来就要走到这一点 就是说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那么黑旗就正解 就只有这个托 其实这个托也就是本题的正解 我们看还有一种方法 也可以来解这道题 就是说白旗 对白旗来说 这个挡是一个绝对的要点 就是你黑旗 无论走哪 这被人家一挡 这黑旗都不行了 那所以说这个黑旗 那我们之前说过 敌制要点 我制要点 就是说 对人家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自己要先去强占 那这个长行不行呢 当然这个长也不行 因为什么你一长 人家一收气 那黑旗已经卖一气了 就是这个没有紧住气 虽然是要点 但是它没紧住气 那么就只有一条路 就是说 我自己不能走这 但是我也不能让你走在这 就是说拖这个 这就是也是另外一种解体思路 有一种是排除法 就这两个都不行 那只有这个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说 不让对方站住这个要点 也是一种思路 那么黑旗一拖的时候 我们看当然白旗 这个就不能再站了 你再站的话 人家就把你提掉了 这白旗主动打结 那么白旗 我们再看一下 如果拐这个行不行 拐这个也是不能延弃的 黑旗挡 白旗如果打吃 黑旗接 你看这样白旗 还是两口气 那所以说白旗就要卖一气了 那么这条旗的正解 其实就是黑一拖 当然白旗这个时候 这扑 我们之前说这扑 扑进去就会形成打结 但是也没有办法 这要么就先拐一下 这是没有关系的 这白旗这个时候 一定要主动扑进去 这是一个景气节 所以说这道题的正解 就是黑一拖 双方局部会形成一个景气节 好 我们接下来再看这道题 那么相对比来说 这两道题 我们对比来说 看上去左上角这道题目 题型很大 有可能 大家看了之后就觉得头有点晕 其实没关系 题目虽然大 但是它其实变化并不多 我们看这个只是集中在 上面的这一个局部 会有一些变化 那这道题呢 我觉得就跟上面那道题 是正好相反的 这道题看上去题目很小 这道题题目非常的小 但是里面的变化却很多 大家要注意这道题 其实难度要比这道题大得多 简单的分析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这道题呢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是它去采与实战 就这道题是根据一个定势演化出来的 那这个定势 如果把这两个拿掉的话 大家也许就比较熟悉了 这是一个幕外的一个定势 那么这时候可能白棋去找结 找结可以跑一个黑棋不理的 白棋再接一个 就是多半是这样下出来的 这么一个棋形 但这个里面变化是很多的 给大家讲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黑棋 三个子有四口气 那么白棋这三个子呢 你说这两个子 它只有两口气 四气对两气还轮黑瘦 但其实并不这么回事 就是这个棋形白棋是很有弹性的 这个棋形 黑棋是非常不容易收气的 我们来看一下 黑棋最简单的 你如果比如说这个弯一个 这是 局部来说是一种收气的方法吧 但是我们看被白棋团 白棋团到这的时候 我们这时候再来看 双方的这个形式 马上就产生了逆转了 这个就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之前说四气对两气 还轮黑瘦 那么现在就一招棋交换之后 就变成了 一二三 三气对四气 所以说 这黑棋肯定不行 那么你打吃 这同样不行 那你接 这个你还是得接 再为人一挡 这个呢 黑棋也不行 打吃完了扳 这同样不行 黑棋打吃 黑棋可以弯 白棋可以弯 大家注意 这个如果打吃的话 黑棋倒是可以去打结 这样一滚打是一个打结 但这个时候 就是黑棋连扳的时候 白棋可以弯在这 这是一个鱼形妙手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就没法收气了 你在这边收气 这人家再打吃 这黑棋就不行了 这个 这是不能顽强的 这样白棋可以从外面打吃 黑棋就 就是这个几个棋子就被吃掉了 那么所以说 这个弯的时候 黑棋只有举连 那么白棋再挡 这没有用 这弯这下没有用 这还是一个我们说 这是在脚步的一个特殊性 就是特殊的棋型 就一一的位置 不入气 这个黑棋不行 那么也就是说 黑棋最直接的从外侧收气 是不成立的 这个打和这个弯都是不成立的 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看出来 就是说白棋的这招棋 黑棋是一个要点 就被白棋站住的话 黑棋已经不太好 跟白棋杀气了 这个黑棋已经很被动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变化 就是这个时候 既然说这个是要点 那我们先来抢占 这个要点会如何呢 比如说黑棋打吃 这怎么样 当然白棋会接 黑棋这时候注意 黑棋这个也不能挡 你要挡的话被人家一力 这个同样又是一个禁忌独立 这个我们看又是这个在脚上 黑棋的一一位置不入气 所以说是禁忌独立 那也就是说打吃接 这个时候黑棋为了防止白棋禁忌独立 就只有斑 我们看这个时候黑棋是一二三四 四棋对三棋 黑棋是不是可以快棋呢 其实不然 这时候白棋其实有两种下法都可以 一种就是挖这个 是最简明的 这个黑棋没有办法 只有打吃 那白棋可以滚打 这都是必然的 这都是白棋先手权力 之后他再一挡 我们看这样 刚才的四棋对三棋就发生了逆转了 就变成白棋四棋对黑棋三棋了 这样黑棋是不行的 那么还有一种下法就是夹 夹这个也可以 夹这个黑棋就不能冲 冲就被打死了 所以说只有戒 那白棋在一起 这个同样是这五棋对四棋 就是跟刚才一个道理 这黑棋也不行 那么也就是说黑棋从外侧收器 我们看不行 这个不成立 那从这内侧打吃也不成立 打吃完了之后 你无论是搬还是挡 这个都将曼一棋被杀 那么所以就是说 你既不能被白棋占到这一点 同样也不能让人家占到这一点 占到这一点之后 就是黑棋只有跟着挡 不然的话被别人一挖 这就长出一口气 所以说这个时候黑棋呢 这条题的正解是很妙的 大家看这条题正解是黑一拖 保留这个不打吃 单拖 这是一招妙手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条题妙在何处 首先单拖的时候 如果虎这个 这个就 这白棋叫做自毁长城 这是绝对不行的 你虎 有了这两招交换 黑就可以打吃了 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为什么 打吃白棋站上 黑棋再一拐 这样白棋只有三口气 那么细心的朋友 您肯定就会发现 这等于说黑棋打吃了斑 就是白棋本来应该是加或者挖的 那白棋都没走 白棋来这拐了一个 那这个显然是不行 所以说 这拖一个 白棋如果虎 这是上当的行为 这是被他这招棋给迷惑了 有了这拖跟白棋虎交换的话 拖跟白棋虎交换的话 那么 这个就是变成黑棋快议器 当然白棋也不可能这么简单 这道题 正解也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白棋有一种下法 就是团这个 团这个呢 是正解图之一 就是说白棋可以选择的一个变化 我认为这个团应该是最好的下法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刚才说过了 黑棋不能收气 不能走别的地方 如果被人家一挖 这个就不行了 或者是加 这个所以说白棋团的时候 黑棋必须要把这边堵住 黑棋一定要挡住 避免白棋挖这个的手段 这两招交换之后 那么白棋再打吃 这样白棋再打吃 我们看这时候黑棋可以搬 黑棋如果吃这个 白棋掉 黑棋搬不行 这样的话就被白棋挡扫 黑棋如果打 白棋打吃 这样也是一个打结 也是一个锦棋结 但这个时候呢 白棋就可以脱纤了 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打结的时候 随时要看全局的形式 那么白棋如果节才不利的时候 拖纤也是一种很好的下法 那么黑棋一手棋就削不尽 黑棋搬这个也是可以的 搬这个 就是白棋正结也是提 这样黑棋从后面收棋 挡 打吃 白棋搬 这个也是一个锦棋结 这也是一种变化 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下法 就是黑一拖之后 我们说这些白棋团 这个是打结 然后再换一招 那比如说打这个行不行 打这个也是打结 打这个呢 黑棋首先吃这个 就跟刚才的变化一样了 还原了 吃了挡 这个就跟刚才的变化一模一样 那黑棋呢 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吃这个 这个更简单 接上这一打吃 直接就是一个打结 这个打结 对黑棋和白棋来说 都比较重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打结 也是锦棋结 那白棋这一手 其实最具迷惑性的一手 就是团这个 白棋团在这 这条棋 一定要黑棋一定要小心 黑棋如果直接挡的话 那白棋再一粒 这时候黑棋呢 你看三棋对三棋 那只有收着气走 但这个时候呢 白棋虎一个 黑棋挡 这白棋再一收气 这个黑棋就是两边不入气 那么这样黑棋就会被白棋吃掉 那白棋吃一吃走 这个也可以 吃这个吃的更大 这个我们没有 暂时没有学过这个内容 叫做眼杀 就是说白棋呢 有一个眼 黑棋呢 是没有眼的 黑棋这个位置是永远不入气 那么这也是黑死 所以说白棋团在这的时候 黑棋一定不能大意 那么这时候黑棋 还有一张描手 就是搬这个 那黑棋搬这个 这时候白棋 无论是挡这个 你还是挡这个 那么这都将会形成一个紧气节 也就是说这道棋的正解呢 是黑一拖 拖之后白棋虽然下法很多 这个局部白棋下法很多 但是白棋无论如何 也无法净湿黑棋了 这拖之后 正解就是说 打结 双方会形成一个紧气节 这是本题的正解 好 那我们这两道棋 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进行我们 今天的下一个环节 好 那么接下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互动题目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道棋 这道棋呢 是黑仙 我们看黑棋的这五颗棋子啊 目前是无法做活的 那么也就是要与白棋子这边进行对杀 这道棋呢 还是看上去题型非常大 但其实题目并不难 我们还是来简单的分析一下 我们看黑棋呢 这个长度是 这脚上的长度不够啊 你要如果弯的话 这是一个直三 那无法做活 无法做活的话 在这边无论怎么下都不能延气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 就是说黑棋 比如说你弯一个跟人点交换 这不仅不延气 而且叫自撞一气 所以说黑棋肯定不行 那么黑棋呢 也就只有想办法去紧白棋这个棋 就是最有效的去紧住白棋的棋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简单的 比如说你拐 那么黑白棋一挡 好 我们说黑棋呢 这个地方无法延气 那么也就是四口气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来数一下白棋的棋 一二三四五 白棋有五口气 所以说这个黑棋简单的拐 这是不行的 这一下你拐人家挡之后 这黑棋就变成了慢一气 那么也就是说黑棋这个时候 我们看黑棋这个时候啊 这个拐不行 从内侧收起不行 我们再来看从外侧收起 接上行不行 接上的话也一样白棋一挡 那么你黑棋这个只有点 大家注意这个时候 其实白棋已经可以不理黑棋了 就在这个局部已经可以拖先了 就直接收起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数一下气就明白了 一二三四 那么黑棋呢 一二三 所以说这个从外侧收起 看上去也是不行的 所以说黑棋也就必须要在这个局部 在这里面去寻找突破口 必须要在这里面寻找突破口才行 我们注意这个棋形啊 大家看这个棋形 黑棋这个脚上我们说这是四口气 但是其实啊 它是出现在脚步的 给大家一个重要的提示 就是黑棋这个棋形 它是出现在脚步的 现在脚步的话就有一个 比如说白棋搬爬再爬的时候 这个一一有一个步入器的问题 换句话说 就是黑棋一定要利用这个脚上步入器 有可能让白棋形成啊 这个经济独立 或者说是啊 让白棋这个位置变得步入器 就从思考方法上一定要这么去想才行 好 那么这条题呢 也就提示 也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还是说这个题目并不难 让大家开动脑筋 一定能够做出正确的答案 那么本期节目呢 我为大家讲解了 还是讲解了这个利用打结 来进行对杀的一些技巧 那么还是给大家回顾了一下 就是说在脚步 这个利用打结的一些特殊性 还有说 如何利用这个一一弃井的问题 那么这个在与别人对杀的时候呢 占据有利的位置 好 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